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 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呢 不止一位 那么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都是少数的嘉宾 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有四位之多 所以呢 不知道您可不可以想象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嘉宾 是因为一个团体活动吗 那我想您猜对了 我们这是一个团体活动 什么团体呢 那么我们先请这个团体的领导人 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Henry 哈喽大家好 我是Henry 我也是今天这个 雅秋老师介绍的这个团体 冰糖葫芦表演社的共同创办人 以及接下来我们六月底 有一个演出 我是这个演出的编剧以及导演 那另外今天 今天跟我在一起的这个是我们冰糖葫芦表演社的另一位创办人 高杰女士 高杰欢迎 我也是冰糖葫芦表演社的另外一位创办人很高兴 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并且一起聊天 另外两位是我们今天的我们接下来演出的两位演员 一位是Maggie 一位是Bethany 那么Maggie 请跟Bethany 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并且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Maggie 请你打开你的话筒 告诉我们 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现在听不见你的声音 好 哈喽 我是Maggie 我是这个六月份这个演出中的这个戏剧中的一个角色 然后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冰糖葫芦表演社 然后也是在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然后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交谈 好的 谢谢 谢谢Maggie 那么下面一位呢是Bethany 那么也请Bethany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是不是也要交代一下你跟Maggie的关系呢 好 大家好 我是Bethany 我是Maggie的女儿 然后虽然在剧中我不是她的女儿 但是我依旧跟她会有一段对手性 对 那么听起来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我一直很难想象如果是我跟我的母亲同台演出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我们先问一问Bethany 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尴尬还是说非常的自如呢 尴尬自如都有一点点吧 尴尬就会觉得平时就是因为在演戏的时候角色都不一样 都不能按照平时跟妈妈说话的交谈方式去跟她说话 但是自如同是不会害怕说我做错了 我说错什么词词然后她就要她就比较凶或者怎样 其实我相信妈妈是比陌生人还凶一点的人如果你做错了什么 但是就是说你跟妈妈的关系让你觉得她不管是纠正你 或者是你在她面前犯错你都会觉得没有那么不舒服 没有那么尴尬 是的 好的那么再稍微聊了一下这个母女关系之后 我想妈妈应该也有话要说 我们是不是也请Maggie表达一下她觉得跟女儿同台又是怎么样呢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 以前的时候我也会跟女儿参加一些活动 比如说一些做义工啊 然后志愿者或者当然我们也去很多地方去旅游 然后一起做一些事情 但是一起去一个剧团去表演这是真正这是头一次 对然后而且我也是一个普通演员在里面 所以不是一个主导者或者说不是一个全文人士 所以我们其实我没有多少可以对我女儿的她的表演 或者说她的怎么样对她的角色的把握有什么发言权 我觉得我们是平等的 在这个剧团里面在舞台上我们是平等的 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对手戏 然后我们也会私下里也会讨论 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把这个角色的情绪能够把握好 然后我们的对手戏对白的时候可以走得更加的流畅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 而且我非常enjoy在里面的一个过程 对 我可以想象比起其他的演员来说 你们是有一点优势 因为可以排练的机会比别人多一点 对的 是的 我们有很多的业余的时间 在一起讨论 那么业余的时间就是做业余活动的时间 也就是也许是讨论了 也许是排练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导演 就是听说您这个戏呢 准备的时间不长 我的意思是说你编剧的时间不长 那么在演出之前的排练次数也不多 那么请问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让比较新的 比较没有经验的演员 能够顺利上台呢 或者是你认为他们能不能顺利上台 官方的回答 我当然要说 这个这些演员都非常的敬业 非常的专业 那大家一定一定没有问题 但是当然了 这个担忧还是会有的 不过说到这个其实 我这边想跟所有听众们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网路上网路上一个 这个不管是商业界 什么科技界的最大红人 是这个特斯拉创办人 叫Elon Musk 对吧 这个马斯克 然后就是这个故事跟他的这些 这个花边新闻其实没什么关系 主要是呢 当初他在这个 当初大家也知道 他特斯拉之外 他一个很大的成就 是他创造了人类史上 第一艘这个商业化的火箭 而且他成功地让这个火箭 成为可回收的火箭 但是其实他一开始 并不是要做火箭 他一开始的目标 其实是让人类殖民火星 他想要在火星上面 种一些地球上的绿色植物 这样可以慢慢地开始 这个人类一些生命的繁衍 他那个时候 其实原本是想去俄罗斯买火箭 结果他搭飞机到俄罗斯 都已经开始谈了 最后谈崩了 因为这个火箭购买价格实在太贵 这个完全不符合经济效益 他在飞 从俄罗斯飞回美国路上 他就想到一件事情 既然买火箭不可能 那要不如我自己来做火箭吧 然后他就调查 最后发现做出火箭的原料价格 其实只有火箭售价3% 以及所有的他们如果所有的后勤 有85%的由自己来做的话 可以把火箭的整个成本 发射成本降到10% 在10%的状况下 还有70%的毛利率 所以他才开始了SpaceX 开始这个商业火箭的这个制造过程 然后他发展出了一个东西 能够把火箭成功的回收利用 在以前的技术 基本上回收火箭 大家都在想 但是以前的技术 大家基本上没有办法做到 因为有很多很多这个科技上的 以及一些科学原理上面的阻碍 那这个其实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其实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是由事物的本质出发 就是说大家常常会把这个目标 以及过程搞混 那这回到我一开始 我一开始做这都系的时候 其实最一开始是我打算做一个戏剧工作坊 然后让大家能够有演出的机会 那因为不管做任何事情 不管是画画跳舞 甚至学弹钢琴学音乐 大家都希望最后能有一个表演的机会 但是对很多人而言 这个表演的机会 它是非常难以达到的 为什么 因为所有 基本上所有人 大家想到戏剧就想到 可能赖森川老师 暗殿讨花园 可能是这个恋爱的犀牛 这个中国道路那边 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戏 但是当大家从这个地方开始思考 就会开始 哦好 暗殿讨花园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有有经验的导演 我们需要有经验的演员 我们需要有舞台设计 灯光设计 服装设计 全部 好 这个其实到这里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大家会去列出一大堆东西 他们需要的东西 一堆非常简单 这个都很容易列出来 但是你会发现 大多数时候 大家有一个人 选推出来一个人来当导演 然后大家想要去找 有经验的灯光 有经验的舞台 有经验服装 可大家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人都有经验 他们需要一群有经验的人 但是里面只有导演是没有经验的 这些事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但是这也是所有 想要做一出戏的人 尤其是可能没有受过 专业背景训练的人 会掉 会掉入的一个思考的框架 那我在这次的状况里面 虽然我是专业背景出来的 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式 来跳脱这个思维的框架 来创造出一个 全新的可以让所有人 不管是有经验 有经验的人可以享受其中 没经验的人 也可以借由体验的一个方式 来慢慢的接触戏剧 慢慢的从一个原本 好像很复杂的东西 他们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来体验 那我在这个状况 这个前提底下 慢慢的从 把所有东西简化 然后最后我们从一个 基本上不太可能完成的 一个思维逻辑方面的一个想法 当中我达成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先确立我的目标 那在这个达成目标的过程当中 我要如何达成目标 其实这个是可以商榷的 但这个目标我们就不能设定的太高 我如果把目标设定在 我们要做暗恋桃花园这样的戏剧 那基本上不可能的 但是我今天的目标其实很简单 我要在十个小时的排练当中 让这些人走上舞台 有享受表演的机会 当我的目标变得简单的时候 我就可以慢慢的把这些 他达成目标的一些过程 所需要的东西慢慢的简化 慢慢的简化 于是我们在第一次 也是上一次 目前唯一的一次排练当中 我们三个小时 我们从舞到有 从一开始的第一句台词开始 到最后的一个小时 我们已经走完了 两次的整齣戏的排练 这是我这次 这次演出 我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就是改变一个大家对于 一出戏剧制作的思维逻辑 来达到出一个全新的 创作戏剧的一种方式 好的 非常谢谢Henry导演 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内容 但是呢 我想也有一些听众朋友 跟亚秋一样 听得一头雾水 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做到呢 但是呢 我们今天的嘉宾之中呢 高杰是曾经参加过上一次的演出 所以我想高杰可能 有发言权能够告诉我们 这一次跟上一次有什么不同 也就是说 在同一位导演 用不同的方式来排这个戏 那么对一个演员来说 他体会到 或者是体验到 怎么样的不同 我们来请高杰告诉我们一下 他自己的感觉怎么样 好的 谢谢亚秋老师 我觉得这次排练 比较让我耳目一新的一点 就是同时 比如说我们有两场戏要排 或者说有两拨人 在这个戏里面 然后同样的舞台呢 只能容纳 就是比如说A和B在舞台上 要排他们的片段 那么C和D还有E这三个人呢 他们也需要排他们的片段 然后这时候舞台在排A和B 导演在和他们在抠细节的东西 调灯光什么走位之类的 那个这个时候 CDE三个人呢 就会在后舞台 或者说在幕后 我们自己在排一个东西 在有了初步的导演的一些指教之后 我们自己去把它消化 并且说自己去创造一些小的细节 比如说一些舞蹈动作啊 如何创造一些比较好笑的 比较让观众喜欢的一些细节的动作 这些东西是我们讨论出来的 而这个时候 这两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 就在主舞台上 导演在和A和B同时 在讲他们的戏 然后在幕后呢 CDE三个人自己在讨论 如何把这出戏更加的完整 所以基本上是把时间双分的利用了 然后更加有效的排练 对对听起来是效率比较高 那么对你作为演员的人来说呢 跟上一次相比会更容易呢 还是更困难呢 更轻松呢 还是比较有压力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 由于这个剧本的不同 和我角色的变化 这一次的表演和演出排练至今为止 是更加轻松的 因为上一次呢 因为是七个演员 他们有各自的故事 是七个所谓的疯子 所以说每个人的故事都非常沉重 每个演员需要非常投入的 沉浸在自己的故事中 把这个角色扮演好 以至于到最后的独白 要感动到观众 是会有一些压力的 这一次的剧呢 它是一个相对轻松 然后是让观众更容易接受的 这样一个小短剧 而我选择的这个角色呢 也是非常这么一个 就是亲切搞笑 算是一种歌队形式的 这种团队里面的一个人 然后和其他两位村民一起 我们叫村民 在一个村庄里面 所以说一起做很多动作 或者说排一些舞蹈 排一些这个好笑的台词 什么之类的 会更加有这种融入感 其实我是更加享受这种 在团队当中 然后一起排练的这种欢乐 好的 那么听起来好像是有 好几个村子的村民 我开玩笑了 就是A跟B如果是一个 一组的话 就把它叫做一个村 那这个CDE是另外一个村子 那么我据 我的印象是你们有七位演员 那是有三个村子了 如果广义上来讲 是可以说是村子 但其实具体在剧本内容的设定来说 我们只有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呢 其实是这个演员 脱口秀演员 他幻想出来的一个村子 我们有一个演员 脱口秀演员 由Maggie来扮演 还有一位制作人 也就是和脱口秀演员 直接这个对戏 并且和他有相当的互动的 是另外一位演员 剩下的五个人 其实都是这个村子里的村民 当然啦 有普通村民 比如说像我 也有一个就是村长 就是有一个级别 有个地位的这样子的村民 那么这些村民 都是想象出来的吗 怎么说呢 这个脱口秀演员 他的这个 他的秀的内容里面 虚构出来的吗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让我们 这个脱口秀演员的扮演者 Maggie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了 好的 谢谢高杰替我做了主持人的工作 那么我们现在就请Maggie告诉我们 你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是怎么样创作出 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些村民 放进你的村子里 放进你的脱口秀里 谢谢 那我就说一下我的感受吧 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话 那我们要请编剧跟导演 然后帮我纠正一下 然后那我拿到剧本的时候 我是觉得就好像一个穿越一样 也就是说 我心里面有一些 打不开的结的时候 我会在一种 像就是虚幻的一个状态里面 然后去执着于我的追求 然后那我会追求说 我想要的那个世界 也就是我理想过的那个世界 那在那个理想过的世界里 然后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村子 这很像那个电影 《盗梦空间》里面一样 对不对 就是说 那个是我喜欢的那个状态 然后我就进入到那一个层次里面去 然后去 在那里面发现说 有没有我所可以拿到的 可以解决我的困惑的东西 对 好的 谢谢 我们这 需要先进一段广告 才能够再接着谈了 谢谢Maggie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 今天亚囚为您请到的嘉宾 一共有四位 那么他们都是跟某一个团体有关系的 这个就是冰糖葫芦表演社 那么他们在六月底 那也有一个演出 所以今天特别请他们来 包括了导演编剧 还有演员 来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戏的是怎么样产生的 然后会怎么样在舞台上呈现 那刚才在第一段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请了这个戏当中的一位脱口秀演员 跟我们介绍了一下他的角色 那么可不可以请导演在不剧透的情况之下 跟我们说一下你是怎么样开始有这么一个构想 然后就怎么样把这个剧本给写出来的呢 好 谢谢牙球老师 那个不剧透但没问题 因为基本上刚刚大家把剧也透完了 所以没有 开玩笑 这个不要紧 这个应该这么说吧 就回到刚刚我说的这个 我其实是想从这个戏剧的本质出发 去开发一个跳脱我们现有的对于戏剧 就应该要有的一些技术部门 应该要完成的一些事情的这个思维 去重新的思考戏剧的本质是什么 以及在这样的一个制作当中 我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 那我就想到 我这个制作其实想要达到唯一的目的 就是让这七个对于表演有兴趣的人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因为上一出戏 我们排了一个小时的戏 但是 但最后的效率 效率其实也是挺高 但是最后的commitment也是非常惊人 我们大概光是进排练场 我们就进了十次 总共大概排了三十个小时 这是只有在排练场内的时间 还不包括前置的时间 那这个效率已经是很高了 因为通常排练场跟 这个戏的分钟数是一比一的 一个小时的戏 你就是得在排练场六十个小时 那我们基本上只用了一半的时间 在排练场 但是对我来讲 这还是对游戏大家都爱工作 这次我的目标是用十个小时 排一个二十到二十五分钟的戏 那相对的 它戏本来就短 但十个小时 基本上也是 基本上照原本的戏剧逻辑 一般的戏剧制作的思维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完成的 那重点是它还要是一个有品质的制作 那第一个我就在想 我们就得从主题着手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了 如果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暗恋桃花园这个剧本 你再怎么样 每个人台词光是背起来 你十个小时就不够用了 对吧 第一个我们得先把戏缩短 第二个 我想要做一个戏是 这个制作呢 因为说真的 大家都有都 虽然commitment做下去 但是你说真的 如果当天真的有引人生病 当天真的有人没办法来排练 怎么办 所以我其实写 当初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想找一个故事是 这个东西是 就算有人突然没来 这个戏仍然能够走下去的 那我第一个想到 其实是小王子 就是这个世界民族法国的小王子 那当然我原本想的是 我要讲一个小王子长大之后的故事 因为原本这个故事在讲小王子 他当他还是小孩的时候 他的一些幻想一些 当然了 他是一个大人的童话了 但是小王子在这个故事的架构 其实非常简单 他就是一个小王子 在不同的星球遇到不同的人 那这些人带给他的一些启发 带给他一些生活的感悟 那对我而言 我原本想讲的是 他长大之后 然后跑到现实的网络世界里面 以前那些星球都变成一个不同的网站 他在不同的网站里面 遇到了不同的人 会给他的人生 带来什么样改变 带来一些什么样新的启发 那所以这个就很明显 我只需要有一个 有一个演员是不能生病 就是现在Maggie演的那个角色 他除了这些 除了他之外 其他不管是其他演员 到时候你们观众进场 其实会发现 所有演员 对 他们都是必要的存在 但是少了他们 如果他们今天真的不能来 我也有办法把这个戏 变成另一个样子 仍然上台演出 这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那当然也有 这个故事情节 当然也有参考了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世界 世界民族 一些很经典的舞台剧 但是严格来讲 它还是一个原创的剧本 然后其实 大家常在想 编剧这件事情 我没有学过会不会很难 我不是科班出来的 这个写剧本这件事 但是我说真的 我科班是学表演出来的 编剧课我只上过一堂 但是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观念 大家如果 如果导正过来 可以换位思考 就是其实戏剧最主要的目的 其实戏剧 它其实就只是一群人 它甚至不用是一群人 可能是一堆藕 可能是一堆物品 他在舞台上 把一个故事讲完 这其实就是戏剧 那剧情要如何感动人 其实它不需要 有什么高深的技巧 或者是有什么 有什么非常严谨的艺术逻辑 其实大家常常说 大家常常讲一个笑话 你其实这个网路 这个网路上看剧看多了 这个连续剧看多了 你也可以写个剧本出来 大家觉得这是个笑话 但我觉得其实不是 这是真的 其实我就是照着这个网路上 我看的这些 大家说这个芭乐剧 狗血剧这些东西 我其实就把这些逻辑拼凑起来 它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 某种程度上感动人 可以触动人心的东西 因为这些其实 大家说的菜市场上的东西 其实就是大家每日的 必须品 有的时候其实讲一些太科班的 太严谨的一些艺术逻辑 反而大众是听不懂的 所以我就这样说的 我把这些回到了 这个戏剧的本质去思考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 它就变成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可以完成的一个结构 好的 谢谢导演这一番解说 那么我当然还会有问题 比方说戏剧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呢 你要去回归到戏剧的本质 那戏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戏剧本质 我刚刚说了 就是 就是讲一个故事吗 对我而言 应该这么讲 这个戏剧的本质 这个东西 它其实 如果硬而讲 它本质 其实最一开始 它是从这个古罗马的 这个寄神的这个 仪式开始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不知道 有些观众可能知道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戏剧之神 它是九神的原因 因为当时古代你要 你要这个祭神什么东西 你少不了的东西 其实就是食物跟酒 这就是为什么戏剧之神 它是九神的原因 它是应该说 先有九神 然后九神被借代来用戏剧之神 戏剧的本质其实就是祭典 这是最一开始 就是仇神的一个活动 然后慢慢的才有了 包括莎士比亚的戏剧进来 它慢慢的把戏剧推向了民间 然后才有了一些 包括大家可能听过 伊普森 契科夫这些 写实戏剧的人 那慢慢的戏剧 它成为了一门艺术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一个东西 所以但对我而言 现代艺术 尤其现代戏剧来讲 当然有很多 包括 其实大家讲戏剧 现在常会讲到暗恋桃花园 但对我而言 暗恋桃花园 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 反戏剧本质的东西 它某种程度上是让大家 在剧场里面意识到自己的 存在自己的渺小 以及把自己完全的丢到这个戏台上 但是 莎士比亚的年代戏剧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莎士比亚年代戏剧 你可以完全的感受到 台上是在表演 这其实跟赖老师的暗恋桃花园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东西 但是对我来讲 他们都是戏剧史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在这次演出当中 我其实某种程度上 我试图去重新定义戏剧这个东西 就是说对我而言 像我刚刚说的戏剧 它其实就是一群人在舞台上 把一个故事讲出来 他刚才你也说不一定要是人 是欧也可以 不一定要是人 只是现在我有七个人 我想我得把他们安排在舞台上 对吧 所以对我而言 戏剧的定义它可以很广泛 但是它可以非常的简单 而唯有你用一个简单的方式 去思考这件事情 就像这个Elon Musk说的 这个所有的创新 它应该发生在过程当中 而不是结果 你如果由这个过程 想要在结果里面拿出创新 它很有可能会有创新 但是它第一 它是低改率事件 第二 它的创新可能是有限的 但是就像当年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 它其实没有创造新的需求 就像工业革命 它其实最一开始 是改善了纺织机 改善了这些 我们织布的技术 但是其实 人类一直都有穿衣服的需求 对吧 需求没有改变 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些 新的包括煤炭 新的一些动力 人们有了纺织机的改良 人们做出更多的衣服 更快更好做出衣服 但在这个改良纺织机的过程当中 产生了人类生活的大跃进 产生了工业的革命 所以所有创新 都应该从过程去着手 这也是我这次的一个思考逻辑 是在创造了新的东西以后 也就创造了或者是说增加了 人类自以为是需求的需求 比方说对衣服的需求就比一切多 没错 iPhone也没有创造需求 对不对 它只是把一个需求 无止境的改良成为了一个东西 然后大家会去买iPhone 但创造这个需求 并不是他们原本的目的 对吧 好的 那么刚才其实你说到编剧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想法想要跟导演分享一下 跟编剧分享一下 虽然你说你并不是学编剧的专业 你只上过一门的这个编剧课 但是因为你是导演或者是演员 你在台上有过演出 你用过很多的剧本 所以我觉得你比看戏的人更容易 去揣摩怎么样写剧本 因为你知道这跟小说不一样 你不能够有很多的这个形容 你只能有很多的对话 然后有空间放很多的动作 Oh by the way 他们不管怎么剧透 不能把他们的舞蹈动作给剧透出来 所以我觉得很放心 对没事 这个舞蹈真的透出来 大家应该也听不懂他们在跳什么 对吧 舞蹈还是要看的 所以还是推荐 对然后对 我觉得这个当演员跟导演 有一个在编剧上当然有一个优势 就是说可以 应该说这个对话 其实完全是换位思考想出来的 但是就像我说 我给你们剧本的时候 我第一件事跟他们说的台词 你们觉得需要改就改 因为我再怎么换位思考 我都是从我自己开始换位 对吧 再怎么讲 就像Maggie and Bethany甚至高洁 第一个跟我说 就是不对 你这一听 你这是人话 你就不是说人话 因为我的生活环境跟大家不一样 我是台湾人 大家大陆人 对吧 大陆还有分各种不同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是一个编剧 可以完成的事情 编剧可以完成的 算是给大家一个目标 一个引导 大概往什么方向去 真正 所以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共同创作的过程 我编剧只是把字打出来的那个人 但是演员 正在舞台上 你们有要诠释的东西 有想表达的东西 这个 还有改字的自由 把你打出来的字给改掉 对对对 当然我希望 这都是有一个讨论的过程 对对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共同的创作 我其实只是把字打出来的那个人而已 那么我接下来想问一下 Bethany 你有没有把导演 编剧打出来的字 改掉的这个部分 你为什么会改 或者是为什么不改 我其实可能是改的比较多的一个 但是 就是 主要可能就是改了以后 比较符合 我自己说话的一个逻辑跟方式 因为就像导演说的就是可能 可能台湾人跟大陆人就比较 就是那个说话方式有一点点不一样 然后所以就我就着重改了一下就是 他的说话方式 然后就可以让我记词也记得容易一点 然后也可以记得通顺一点 对对对说起来不会别扭 那么你刚刚其实说的也很含蓄 就是说说话的方式稍微有点不一样 那么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 看看我们到底是稍微有点不一样 还是极端的不一样 还记得其中的几个例子吗 或者是把把剧本拿出来看一看 你改的这个红字的部分 我等一下把剧本拿过来 就是 其实我的我的台词主要是 要讲一个故事 有点独白的性质吗 对有一点点类似于独白 就是我需要讲一个关于 一个比较长的故事 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 有几句话就是 让我看看 相信不要剧透了 就是在我看来可能就是多说了 就是两句话有一点点重复的地方 然后所以我就把它简洁了一下 改成一句话 好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感动 提供给导演参考 下一次编剧的时候 简洁一点 废话少一点 没有问题 不过说实在的 在一般人说话的时候 常常是不怎么简洁 就是说 你在日常生活中讲话 甚至我在节目当中讲话 也不是非常简洁 因为你脑子转不了那么快 不会很快的把所有的你的思考 全部都化成非常通畅 又流利又简洁的语言 这个是不是日常生活 大家会做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舞台上 你要表现比较真实的这种 生活状态的话 其实不必那么简洁 当然了简洁是有好处的 但是也不必那么苛求 可能是 就是我觉得还是你自己 像你刚刚说的 这样子背台词比较容易 也比较说的顺 这个其实还是最重要的 要不然的话 在台上很可能会出一点问题 不管是忘词了 或者是前后颠倒了 等等的 那么我刚刚也听导演说 这个唯一不能够生病 当天不来参加演出的 就是Maggie 就是这一位脱口秀的这个演员 那么Maggie 你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会不会压力比较大呢 还有就是你有没有给你的剧本 做一些更动 我觉得还好吧 这是一个承诺 就是我也没打算 就是说就算感冒发烧 我可能也会坚持下去 因为一个也是 你承诺要去上台去表演 然后一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我觉得这个角色好像是我 也自己争取了一下 才可以拿到这个角色 对 那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 我也做很多的准备 就是说 比如说如果我是演一个脱口秀演员 然后我就会去看很多的脱口秀的表演 然后看一下这个演员在上台的时候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出来的 那个特征 人物特征 然后他用的语言 通常是什么样的语言 包括语速 包括他的音高 怎么样可以传达的更贴切 于这个人物的塑造 那我觉得 我当然会把握这个机会 去演得更好 那在我也很高兴说 我们这个剧组 其实我们都是非常一个 合作很无间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都是导演也很好说话 然后导演 每次我跟他说 这个好像不符合大陆的那个中文的语法 然后他就 对 你可以 可以按照你的说法去改 对 我们之前也有开会讨论的时候 我们也有提出来 然后有一些地方就是说 大陆人的说话方式会跟那个剧本上的会有一些不一样 然后我们也是提出来 那是会修改一点 大多数的来说 还是按照导演剧本上的来讲 那作为 我是那个脱口秀演员 然后你就知道脱口秀演员一定有很多很多话 所以我的台词是特别多的那一个 嗯 对 是 所以你也是背台词比较辛苦的一位 好的 那么我们先再进一段广告 再接着谈下一段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每周三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情感夜线 今天要求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来自 冰糖葫芦表演社 他们现在正在准备一个六月份的演出 那么这个演出当中呢 据说有七位演员 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 只有三位 还有我们的编剧跟导演是同一位 Henry 那现在呢 我想请 演员之一 其实我觉得是最有经验 不管多么辛苦也觉得是很值得的 谢谢雅图老师 我觉得的确是我们其实是2019年年底才成立的冰糖葫芦表演社 说是成立 其实也就是我们俩说好 来做一个这个社团 可以让大家感兴趣的都来参加组织一些活动 然后非常不幸的是2020年初就开始了疫情之后呢 就一直还在这个当中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有做一些尝试 比如说短片的拍摄啊 因为这些尝试的话可以involve一些比较少的人 在疫情期间可能会稍微方便一些 而且大家都戴着口罩 然后短片的拍摄的话也是时间比较短 可能一天之内就可以完全拍摄完 之后再加剪辑上传视频 这种活动我们其实也做了好几次 在疫情期间就是线下小部分人排练 然后把它拍成短片以后上传 然后组织过一些线上的活动 比如说广播剧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社交类型的活动 都有尝试过 后来我觉得可能疫情这个期间实在是太长了 大家对于线上活动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热情了 而且毕竟我们是这个表演社 非常需要线下的一些交互 尤其是表演这块 所以说我们尝试举行一些工作坊 在去年的时候也有开始尝试一些小型的工作坊 比如说限制在八到十个人以内 大家也都做好防疫措施 然后也是在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或者是说在户外排练这样子 做好各种我们可以尝试的防疫措施 非常艰辛的把这种工作坊一次一次的组织了下来 最后非常成功的举办了两场演出 今年呢我们也是差不多的这种系统吧 也是从工作坊开始 然后推出了演出 依旧是小部分人 希望能够让来参加的人都有一些相对的安全感 那么只有记得你们上一次的演出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观众的人数限制到相当的低 那么这一次呢是不是稍微好一点 是的 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要限制这个人数 而是剧场它的capacity的要求 因为疫情期间 上一次的演出呢 我们只有12名观众每一场次 这一次呢我们提高到了一场27个人 但是这一次我们也只有一场演出 所以说票已经卖得非常快 现在只剩下四张了 请问你们的票是卖票还是锁票 我所谓的卖票 其实就是大家去 卖一个commitment 对去填一个表 然后呃 售一下你就是会要来 然后预定这个门票 我们把这个票给您留着 然后到时候您来看演出 我们也好知道 就是说确实会是有观众来的 而不是呃到时候没有一个观众 没有观众的话我就来 哈哈 那么谢谢高杰 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 另外两位演员 呃如果对你们来说 呃演出还是呃 很少最做的事情 那么 你们会愿意邀请朋友来看吗 还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呢 Maggie 哦愿意啊 我们有邀请一些朋友 对 嗯 嗯 把链接给他们 然后我也有发朋友圈 然后希望他们可以过来看 对 我觉得对我来说 还可以吧 因为我也付出努力 对 然后他们也知道我不是专业演员 所以也不会对我期望那么高 对 但是我呃我昨天有跟我的一个朋友说 然后他就觉得非常的兴奋 然后他说他一定要来看我的演出 然后呃他也有期望说加入我们后期的一些活动 然后我就发觉说其实很多人就觉得呃表演或者说上台这个舞台表演 实际上是离我们的普通生活是很遥远的哦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很多人其实也是觉得哦很难得 他们会也会尝试 对 我觉得我们也有在做这样的一个推广的一个作用 对 那么据说您还推广到了女儿是吧 啊是的 那么我也是被妈妈拉 Ethony是被妈妈拉来的是吗 真的是这么这么合作的女儿倒挺少见的 很难得 对 那么我知道你前一段时间不是在西雅图读书 所以你在西雅图是不是有朋友可以邀请来看你的演出呢 嗯我觉得我目前为止大部分我认识的人我妈妈也都认识 所以我妈妈发了朋友圈以后认识我的人也都看到了 被妈妈节足先登了 是的 那么当然听起来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妈妈对你的照顾还是很周到的所谓的节足先登 就是在你想到之前或者在你错到之前妈妈已经先替你做了 那么在这个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当然你刚刚也说你们有讨论啊什么 但是在台上呢你要忽然变成一个跟妈妈就是彼此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两个角色 那么请问你们的在戏里的角色的关系是什么呢 当然绝对不是母女那又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不能剧透 说不清楚 陌生人 是陌生人 我是出现在他的那个怎么说幻觉 虚构的世界里头 虚构的世界里面的一个角色 对 对所以就就是说虽然是陌生人但是还是要有互动还是会交流的就是了 有对手戏 对我唯一出场的时候是跟我妈妈有对场戏的时候 好的 那么因为今天来参加的演员只有三位 是不是可以请导演再稍微介绍一下其他的四位演员 让他们在听节目的时候也有一点参与感 好 其他没来四位演员大家好 那个对 现在导演要开始演出了 没有什么 对 其实就是跟上次最大不同也是除了两次都是七个演员 其中只有一位男生之外呢 其实上次的年龄成大家大概就是二三十岁左右 就是大概我们这年纪 那这次我们从二三十岁到四五十岁都有 这个年龄跨度非常广 然后其中 然后我们有一个今天没来的 我们也唯一的男演员 他本身是医院的牧师 然后还有两位 这样还有几位 这样还有三位 还有三位 大家就是年轻的在这边 在这边就业的人 然后 还有一个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挺好玩的就是 对对对 就是最左边那位是高杰 然后右边的那两位是今天没来的 然后中间那位是小提琴老师 他现在在交调小提琴 然后这是一个其实很特别的事 这也是我也想提到的 就是说就刚刚讲到 其实我这次创作剧本 其实是非常flexible的 今天不只是少一个演员 没问题 今天最右边那个演员 其实当初 现在是中间那个演员 其实他当初是 他没有参加这个工作坊 其实原本我们只有六个演员 但是他当初是以制作组的身份加入 然后说他挺想演戏的 然后他就说能不能给他 加一个角色 当然当时只是问着好玩 但我后来 我这个剧本反正也非常flexible 所以我又花了 我就又花了十分钟 加了一个角色进去 所以这 这比妈妈生一个孩子容易多了 对妈妈生孩子要十个月 我加个角色十分钟就结束了对吧 这个对不过感谢还是感谢全天下妈妈生了这么多演员 对对对就是这完全就验证了就是我刚刚说这就是我们一些排练的片段 当然这些都是包括布景 布景目前是因为之前的排练场他们还有其他演出来演 所以我们到时候也不会是这个布景 对就是这个其实整个演出在目前为止都是一个非常 大家其实我觉得大家的能量都挺饱满的 大家的参与度都非常高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 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华语的戏剧能够在西雅图蓬勃的发展起来 就像我前几天其实想到一件事就是 大家那么喜欢吃中餐对吧 在这里就不断的包括从国内啊 从各种不同地方的中餐馆在这里开起来 甚至这个中国人觉得说 我们这个中国人觉得我们要有自己的火箭 我们不能在航天技术上落后美国落后俄罗斯 他们就自己自我们就自己制造了属于中国的火箭出来 对吧 但为什么既然在西雅图 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戏剧都喜欢表演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里 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关于华人自己的戏剧 而不是永远只能邀请 邀请从中国大陆 这个长途跋涉 条条过海而来 来给大家看看这些包括相声 包括这个这些华语的戏剧 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华语戏剧 那么我也想请问您 我刚刚我们在看这个剧照的时候 就或者是排练的照片的时候 我发现你们你说只有排练过一次 但是有两种不同的服装 所以一个是普通的服装 另外一个是这个上台的服装吗 对对对这对这其实这这五个目前看 大家看到这五个其实就是他古装吗 很明显他们其实就是这这其实就直接暴力的剧透了 哈哈哈这五个村民吗 这五个人就村民 然后我们就跟这个这些服装当然不是我自己缝的嘛 也不是演员自己缝的 我们去去找了这边的一个剧本沙的店 然后因为你们知道剧本沙就是大家喜欢换服装 然后去换服装开会嘛 大家最流行的游戏 大家他们就有一些这些我们就去借这些衣服 所以这是他们到时候的衣服 但是因为舞台灯打下来其实很热的 所以真是排练的时候 这主要就是定装照 真是排练的时候 大家还是脱下来换穿自己的衣服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么在其实西雅图这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应该不至于太热 只是你刚刚提到是舞台灯光的关系 那么我也记得你曾经提到舞台灯光 还有这个志愿者来帮忙 那么舞台的灯光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呢 对应该这么说吧 这这也是就像我当初说 其实大家想说制作一出戏 我不管专业舞台专业灯光什么 对没错 这些是制作暗恋桃花源的必要条件 但假设我今天没有要制作暗恋桃花源 所以我其实对舞台灯光要求就是有灯亮就可以了 所以就来讲 但是其实舞台灯光它跟一般灯光最大差别在于 它是有呼吸灯的可能性 它其实有灯光按这个亮起来 电话的可能性 其实这个对我来讲在这样的一个制作它就足够了 它是已经有配备足够感动观众的条件的 它原本就对我来说 它只要在对的时间对的节奏亮起来 对的时间对的节奏按下去 它就完成了感动观众最基本的条件 其实要让观众感动 很容易的 很容易只要不要往太复杂的地方想 不要弄巧成拙 不要这个画虎不成反类犬 其实我们就画一只犬有什么不行呢对吧 对吧 其实常常大家常画虎不成反类犬就这意思吗 想要画一只老虎但画成狗 但是如果原本就是只要画一只狗 我不是把这只狗画好就行了吗对吧 对所以如果你的目标就是像你说的降低 所以就可以比较容易达成 对 那我们再看一看 对我来讲是一个达成目标的一个手段 它并不是一个一个消极的一个负面想法 好的 那么我现在要做一个打广告的这个照片出来 因为我们说了半天还不知道这部戏到底叫什么名字 是的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特效药 希望大家能够在六月底进入剧场 与我们一起发掘生活的特效药 找到生活的解药 当然 你说特效药 大家听起来是那种特别有效果的药 事实上呢 这个笑是微笑的笑 是笑话的笑 所以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笑的剧 或者是说至少是喜剧 对应该这么说吧 其实大家常常说这个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其实对我来讲 我某种程度上同意这个观点 但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因为喜剧内核是悲剧 讲的好像就是 这个 就好像篮球的内核是棒球 棒球内核是足球 其实他们是本来就不同的东西 对我来讲喜剧跟悲剧 它其实 它可以是在讲同一件事情 只用不同角度把它讲出来 那对我来讲 我想要在观众观众进到剧场来 发掘一个东西是 像我这个海报其实做的非常的荒唐 非常的可笑 但是事实上我们要讲的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事情 到底什么是快乐 什么是喜剧 什么是真正的 我们在生活中要寻生活的目标 我们是只是为了笑而活着 还是为了寻找真正的快乐 而真正的快乐 你在笑的时候是真正的快乐吗 你在哭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那是真正的悲伤 还是说 悲伤与快乐 它是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希望观众进到剧场能跟我们一起来找到这个属于生活的特效药 听起来导演已经做了总结了 但是呢我们节目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我想足够每一位演员都跟我们说最后一小段话 那我们先请Maggie吧 我们的脱口秀演员 谢谢我 希望大家都能够进到剧场来来看我们的这个戏剧 然后就像导演说的 其实每个戏剧 虽然它的创作很简单 然后我们的排演时间也不长 但是是可以让观众在感情上 或者说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得到升华的 你是可以笑过了之后 还可以想到一些深层的东西 而且说不定笑中有泪 那么我们下面请高杰好吗 我们有经验的演员 非常感谢雅秋老师 我就是想说 希望大家都能走进剧场 然后如果这次没有机会的话 如果你对戏剧有兴趣 并且在西雅图的话 也非常欢迎关注我们的网站 只需要搜索冰糖葫芦表演社 就能够找到我们 然后联系我们 加入我们 一起来享受戏剧的魅力吧 好的 谢谢高杰 那么接下来请Bethny 这里就是 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剧 然后 相信在看这个剧的时候 能够找到属于你们的生活特效药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 冰糖葫芦表演社的三位演员跟导演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时间也差不多了 就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 谢谢您的收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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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